什么叫社会主义? 大家都越来越知道, 社会主义就是关系主义,是吧? 社会主义就是什么都属于政府的,是吧?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什么都是你个人的, 资本主义就是什么是你个人的, 钱也是你个人的,房子也是你个人的, 爱也是你个人的,人权也是你个人的。 那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东西都是政府的, 社会主义嘛,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的, 包括你的荣誉,你的安全,你的福尚,你的爱人。 那在文化上最重要的问题, 就文化的传承是个性化的, 它不可能是集体化的, 它可能是民族化的, 但它不可能是个人,就是说是政府化的, 说我们看大清朝的时候啊, 大面子是清朝的表情, 但是清朝的所有的瓷器和文化是什么呢? 是清朝有不同的年代,分代, 还有一个分区域,还分这个不同的民族的, 它完全是个体化的, 所以共产党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个性化, 民族化,国家化的所有的敌人, 它就是一个极少数利益群体的邪教, 它也把一切东西都给放到了一个所谓执政者手里吧。